我想有很多年輕的夥伴想要去參與電商或是虛擬購物 或是我們現在在講的全通路 其實在我自己從事的工作這個範圍 我自己有一個很深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這產業的變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然後有很多新的東西要學習 其實大家可能有一種感覺是說 那我到底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可以進來 那以我自己如果說本身做例子 我現在所用的 那我現在如果所想的 其實跟我在讀書時代所用所學 完全通通不一樣或是沒有 那怎麼樣才能進來呢 其實就趕快進來吧 然後保持旺盛的學習力 而且我覺得到最後 你碰到很多困難很多的挑戰 那到底要怎麼辦 那其實唯有還是一個 你到底有沒有那個健常意志 你要克服這個 你覺得這個產業就是你未來你想要投入 你想要奉獻的 那我想 我相信這個產業一定有很多的機會 那只要你願意投入 那我相信你在這裡面 一定可以有很大的成就跟很大的發展 就是會成功的老闆 是沒辦法訓練的 其實很多人都透過學習 我也是透過很多學習 但我說他是沒辦法被訓練出來的 他可能是要自我挑戰 自我突破還是等等 通常透過的老師 透過的教練弄不出來的 有時候有些教就要自己去疊 那沒有 反正就是碰到 他反正有人來問問題 然後看看都可以 那就去吧 不要問了 我知不知道會成 我不知道會不會成 但是我知道去就對了 你不去永遠不知道嘛 那就去吧 那除了他不想在這江湖 那也可以就爬出來 不要在江湖破了